河马兽 最扎实的沙暴手 特性杨沙 努力值生命防御 性格慎重或者淘气 持有乌纹诱果或者沙沙岩石 技能哈欠地震隐形岩偷懒 本期视频是雪天沙暴两用队的终结篇 一共两场对战 宝可梦珠子大师球单打赛季十四 先看对手阵容 有火碰有快龙那就果断上沙暴队了 公开马和队伍配置详情 仅供参考 对手手发火碰 上啊河马兽用隐形岩 火碰先手的木角效果绝佳 打了河马兽一半血 河马兽付下了隐形岩 那么接下来河马兽用哈欠 河马兽接下了火碰的第二发木角 并且成功用出本场对战最为关键的哈欠 能用出隐形岩和哈欠河马兽算是完美完成任务了 火碰第三发木角带走了河马兽 很好火碰开始睡觉 那么接下来就决定是你了龙头地鼠 用剑舞 龙头地鼠速度快先手用出剑舞 火碰再睡觉 龙头地鼠开始攻击地震 漂亮 龙头地鼠的地震伤害爆炸 秒掉了火碰 对手第二只精灵是五道雄狮 龙头地鼠太精化 用地震 诶 没用先制招式 龙头地鼠的地震伤害爆炸 秒掉了水熊 对手最后一只精灵是真一发 取尽能量触发古代活性提升速度 龙头地鼠给他最后一击 很好 对手选择了投降 那我们马上开始下一局对战 对手首发超坏星 上啊九尾 用冷冻干燥 不错 九尾的冷冻干燥效果绝加 伤害成功扩半 超坏星持有物红牌 九尾被迫下场 被迫出场的是古剑爆 灾祸之剑降低超坏星防御 超坏星第一个技能是独灵 古剑爆用深渊突刺 深渊突刺 效果一般成功带走了残血的超坏星 对手第二只精灵是水碰 古剑爆头戴锁招 只能用深渊突刺 水碰太精化 面影灰影特性提升水碰特防 好可惜 古剑爆的深渊突刺 差异数次伤害 没有带走水碰 雪天古剑爆防御惊人成功 接下了水碰的鸡藤棒 古剑爆给它最后一击 什么 点光一闪 漂亮 古剑爆用三滴血成功接了下来 这就是雪天古剑爆的肉度吗 对手最后一只精灵 是赛富豪 那么古剑爆给它最后一击 漂亮 古剑爆的深渊突刺效果绝佳 秒掉了赛富豪 下个系列见 下个系列见